大家好,我是洪峰 今天去曼尼托巴斯大参加了一个招聘会 去感受了一下实际现场的招聘是什么样的 如果有学要的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曼尼托巴斯大注册自己的这个 注册一下自己是新移民 他会有一些服务 最起码的包括帮你修典历 会有一个人专门对你的这个职业教练吧算是 帮你一起改典历,探讨你的职业方向 然后给你,告诉你一些如何去找工作 一些资源,倒不是说能帮你找工作 只是领导你去那个对的方向 这样有一些资源,有一些渠道 我们自己想也是想不到的 他这个做的还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驾照翻译 还有一些就是衣食住行的一些攻略 吃是怎么吃 开车呀,什么 哪些能换 哪些国家是互换驾照的呀 哪些不是啊 然后不是又怎样的呀 就好多这种各方面资源不用自己去到处搜索 还有就是关于是小孩啊 take care啊,和小孩家庭照顾之类的一些很多的知识分享 来讲就是对于一个新来当地的人 了解当地的一些很多东西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里就是要再说一点 就是关于找工作 他不会是给你找工作 或者是帮你投简历 他只是帮你改简历 然后告诉你 你你的曾经的工作经验 在加拿大所匹配的行业 和岗位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然后Money to Barstar里面 那边也有电脑可以是免费使用 只要是注册过新移民 比如说你要编辑一些什么东西 都可以去他们现场 一楼大厅可以使用 像我们今天去参加这个招聘会 我没有带简历 因为我知道他那种电脑 我以为就是在那可以打印 所以我就没有带 去了以后确实是那可以打印 你看现场 刚才那个视频现场的人还是挺多的 然后打印的人还可以吧 有二三十个人 他问我要几份 我说要三份 但是那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五份 还有就是今天出现在展会的 这些公司的有哪些 有很多当地的就是credit credit中心 还有一些当地的银行 当地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 第三方的机构的公司 就是像hrsolution之类的 整体而言 今天的展会的公司并不是特别多 大概有15个左右吧 但是人比较多 尤其是这几个银行 rbccibc 这个排队就是排的比较长 其他公司还好吧 然后还有这个曼尼托巴 City of Winnipeg 这个大部分人就是 这大部分的招聘公司 就是告诉你得去 让他们check网站上更多的职位 只有在rbc内实实在在的 在那一直一个人一个人 在那询问聊 然后投放一下奖励之类的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对我来说 成功率不大 因为这个人太多了 想在城中拖着人出 我感觉对我来讲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就待了大概 有半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 看了一些哪些公司 都有什么样的岗位 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 现场你能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跟hr聊 比如说如果这些 其实在网上都能看到 他照片的岗位 你在网上只能投 投完之后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 也没有人能跟你 给回答你 只有你只有等待的 等待的 等待别人联系你 但是去现场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 这个公司和岗位 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直接跟hr聊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了解了他们这个岗位 你的理想岗位 具体需要什么样 你可以给自己定位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尝试和努力 所以说这些现场去 有一些答疑解惑 会立马就得到解决 这是非常好的